好了 鄉親啊 繼續是政黨的消息 來看國民黨 今天是基行長 新科立委的座單會 也來決定 立法醫 贈護 院長的參選人 表態 要來進出 護院長的報分期 原本是堅持民主制度 要求黨團就要假投票 不過 黨主席主理論說 不希望有一個圍在那裡收拾 韓國儒在會中 也大聲來發團結 說報分期已經留步 主動幫黨客人來加油 也就是說 國民黨確定是 韓工匹來參選到 立法醫的贈護醫長 這個阿手 抵抵五秒鐘 韓國儒先帶風出手 氣氛不錯 報分期也抵抵笑 不過後一秒 韓國儒先帶來 雖然握手 高大警告頭 兩人最近為了要求 立法醫長空中修正 不過 新科立委做單會 大頭就要先團結給人看 不過 假投票是一個民主制度 非常不容易形成的 我想今天我們不能放棄 宮廷派 跟實戰派的想法 我們都可以並進沒有關係 會前一樣放話 這次雞投票 全國隊叫半分工匹 不過 競爭是做無事 絕對不是 朝野之間 為了一個位置 在那邊附贈政府院長的事情 黨團的選舉 我們都一定是秉持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是清清白白 我想現場的呼聲最大的 都是給我一個院長 韓國儒 我想這個是大家的共同心聲 大家都支持韓江沛 不然當主制度立倫 還要團進團出 就連發掘支持的 雲林長家也挺幸福 不過團出報 睡覺沒有拜託有後路 可能是說當邊自衛 不過也沒那麼簡單 團出出立倫是最準的官地運 台北上也有任何事報和李元首 我從來沒有接到這樣的訊息 而且立院不需要兩個科總召吧 當邊自衛是越來越烈 不過大目標是國會龍頭 而且還有一個關鍵比較適合 其實沒有需要多做回復 因為相較比起來 尤熙坤的發言 就比他有高度多了 民眾黨沒有各位恭喜 給國會資金全萬變數